在美国住豪华公寓是种什么样的感受 它不仅仅是财富的象征 而且还代表着时尚和品味 今天的莉娅就带大家来到了 帕萨蒂娜市最棒的豪华顶色公寓 Domey 39 来让你感受一下 天天住在五星级酒店 是什么样的感觉 如果你是城市生活爱好者 以及喜欢现代公寓 那么一定就要来看看 位于帕萨蒂娜市中心的Domey 39 这是一组77栋风格迥异的高级公寓 它位于在著名的科罗拉多大道 紧挨着市政厅、公民礼堂、帕萨蒂娜剧院 和加州理工大学等等 当地标志性的景点 77栋公寓中有五套顶级公寓 四套三臂三臂 28套两臂两臂 以及41间的一臂一臂 大小从954平方英尺 到3214平方英尺不等 每一间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 都有宽敞的阳台 或者是超大面积的私人景观露台 那其中丽娜发现 这里大部分的都能够看到 重力的山景 或者是热闹的城市景观 24小时 真的每个小时的景色都不一样 尤其是在黄昏的时候 金色的阳光从窗户中折射出来 真的是特别的浪漫 像这一套三臂三臂 它的室内具有舒展与流动性 空间十分的宽敞 甚至比独洞还要优越 而这样好的设计不仅仅是在 这样比较大的户型里面 就算是它的小户型 也保持了同样的设计高水准 通常来说呢 一个公寓楼 不管它多高景 最大最壮观的景 绝对是要给最贵的这个房子的 但是呢 在Domain 39这个项目 真的不是啊 它处于套套都是精品 像另外的现在所处的 这个一臂一臂 看到后面的这个壮丽的景观了吗 我们的这个一臂一臂啊 依然能够享受到 跟那些最贵最大的房子 一样的漂亮的景色 后面呢 直接就是第一礼会教堂 这个第一礼会教堂呢 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而且直接从这个窗户里面 就能够看得到 它的锐瓦红砖 甚至连玻璃上的玫瑰花 都栩栩如生 井埃这多个标志性景点 是这栋公寓最大的特点之一 而公寓楼的独家代理经纪人 安娜王姐姐说 这栋公寓与帕萨丁纳城市的历史 有着更加深层次的羁绊 好 今天丽雅呢 是非常有幸能够来到这个 位于在帕萨丁纳 叫做Dominion 39的 高级顶舍公寓 那大家都知道 我呢 是特别喜欢的看房子 今天来到的这栋 是非常非常的特别 因为它是公寓楼 而且呢 顶层还有Pent House 坐在我旁边的呢 就是它的独家代理人 非常有幸可以请到安娜王姐姐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栋公寓 谢谢你的到来 买房最重要的就是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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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种公寓的location 还更加特别 那具体关于它的这个地段 好您是怎么理解的 我来给你如数家珍了 首先呢 它是坐落在Colorado大道 那Colorado大道 跟Las Olives相交的一个corner 那你知道Colorado呢 它是这个 我们一年一度的 玫瑰花车游行的必经之地 所以说所有的买了这个大楼的朋友们 大家只要是靠着Colorado大道这一段的 都可以在阳台上看到玫瑰花车游行 对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3B3B 这边是东边 那其实在那边的那个阳台上 直接站在阳台上一低头 就是玫瑰花车游行 这个我们已经在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 已经体验过了 对 所以说其实在每年的年初的时候 所有的住户都会比任何其他的住户 多一个excitement 就是更多一个新吻点 觉得新年的时候让自己开心起来 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新年的第一天高兴了 这一年都充满了活力 的确 所以它的地段同时呢 就是我们环绕360度的来看它的地段 在我们的正前方呢 它有一个意大利式的教堂 然后它的这个红砖还有它的尖顶的话呢 非常具有代表性 也可以从这中午时间看到 对 就是它有文艺复兴时候的那种感觉 那我们的后面呢 就是USC的亚洲太平洋博物馆 里面珍藏了很多就是艺术品 很珍贵的艺术品 接着呢就是稍微上东一点的 它就是市政府的市政厅 所以在美国如果住在市政府市政府的一个旁边的话 一个是它的 当然是它的安全起文 另外呢就是 帕萨地纳的市政府呢 它是在 它是certified的那个historical 就是被认证的历史保护文物 而且是国家认证的 它的这个市政厅呢 也是在全美得奖的设计 大概就是也有了差不多快一百年的历史了 所以处处都是这个历史文物 然后每一部都充满了文艺范儿 那像这个帕萨地纳的会展中心啊 还有帕萨地纳的表演中心大唐 它都在这个我们的附近 所以楼下呢就是星巴克 这等于说是环绕在历史的氛围里面 什么概念 丽娅给您解释一下 相当于您住北京 住在了天安门城楼边上 您住在DC 您是住在了白东边上 住在帕萨地纳 您就是住在Domain 39边上 因为旁边的就是City Hall 可以说这就是它的location的金柜之处 它不仅仅象征的是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历史文物包围的这样一个地段 而且它其实是身份的象征 我觉得住在这里 对它是身份的象征 然后就是真正的了解帕萨地纳的人 他们都会希望 都知道是住在这个地方 不但是高贵 也在一个非常有文化氛围的一种环境里面 因为家座理工大 不就在前面吗 哦对对对 另外的话您还提到 就是说一个是它的location非常好 再也就是说这个公寓的高品质 说在这么好的location 公寓的品质它是一定要跟它能够配得上的 那这个建商据说也是很有名的 哦对 这个建商呢叫Adapt Urban 然后你给了一个中文的翻译 我觉得特别的有天才的翻译 对那箱本文字都市中叫Adapt Urban 实际上探讨的是人和都市之间的关系 对所以呢就是这家公司呢它已经有了35年的历史 那我自己从事房地产已超过20年 中间呢接触了各种国家的形形色色的这种开发公司 因为房地产很多人理解就是是一个暴力的行业 然后路门也不想急 所以建了各种各样的开发 那在帕萨建长这个地方 它的资金实力它的技术含量这么高的 就是这个公司很多人才的这样一个公司 应该它是很一无二的 所以变成就是它的开发它的管理的 然后它的开发品质是在追求一个极致的 嗯嗯嗯嗯 那没有举出来一个例子 因为我一进来我会有种感觉就是 它很高档 它跟那些样板金不太一样 但是具体你要说出来 哎它是哪里的用料好 我还真的说不出来 有很多很有经验的客人来看房的时候 他也走进来他就 哎你们正在施工中 或者是你们刚刚建完 可是完全闻不到一种 刚刚建完房子的那种味道 对 所以就是说其实有经验的话 你就知道从这些细微之处 就知道说OK这是一个良性建商 然后也是一个很有品质的建商 在建造的房子 另外还有点就是利亚特别有感触的 因为我们已经来过这个了 我们知道的玫瑰花车游行 它的那个屋外是很吵的 对 但是一关门 说实在噪音真的非常非常低 因为很多不喜欢住在城市就觉得好像隐私有稍微轻快 会觉得好像自己还是天天能听到大叫的声音 尤其是你知道吗在Downtown LA那种的境地声音 但我在这边是几乎听不到的 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质量的体现 完全是同时你再提到这个Downtown LA的话 就是我们这边有很多Downtown那边翻过来住的 那大家也都知道当时这个在疫情期间 那Downtown的这个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但是Parsadena的话呢它是这个安静文化 然后包括它的研究所它的大学各种基础条件决定了 它就是一个越来越好的一个城市 所以说很多人有搬到这边住 那随着这个我们这边的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增加 包括这个周边成熟的配套也非常非常多 那刚才今天早上听说你要来 对对对对 所以就我们有很快的 我们有很快的时间呢就是 楼下就是星巴克嘛 我们走到楼下我们pick a little coffee 然后呢Parsadena呢它说是最有文艺发号 最有调调的城市 实际上呢它是有要求的就是 对这个人均收入受教育的程度 以及它这个餐厅里面实时推行做很健康的美食 哇 那这个呢是organic的 同时呢也是这个全素的 我就在下面的那个great maple pickup的 就是在楼下 对就早中晚三餐 它都有在营养 这个是会好吃的健康的食物 那这些呢就是给我们来下香槟的 也是Parsadena的这个本土产的 享受完香槟和美食之后 我又上了三楼的空中花园里转了转 今儿啊天气有点阴天 如果是晴天的话 这肯定得美炸了 这座公寓楼给我最大的惊喜 实际上就是这个在三层的私密空中花园 大家看看这里啊绿树成荫 是不是很像那种好莱坞顶尸 不饿是要排一个小时的队才能够去得到的环境 在这里呢可以喝喝咖啡会会朋友 而且还有自己的专属私密社交空间 进行了Parsadena这个城市的无尽魅力 好了 以上就是利亚今天一探Parsadena最漂亮的高级公寓 Domain39的分享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二维码 向独家地产经纪安娜王了解更多详情 我是好视频利亚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